国安局长陈明通 11月20号在立法院被选的时候 曾经说两岸在一年内 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 一二三年内 也就是在蔡总统任内 是不会有序的 前立委邱毅在脸书上面质疑 说陈明通这样的消息从哪里来 如果是跟大陆高层讨论过 而且结论是三年内不会打的话 所以不用担心东沙岛被攻击这个问题 不过邱毅提到 1996年台海危机时 大陆发生了导弹飞越过台湾本岛 引起台湾人的恐慌 当时李登辉有说 他有权威的内幕消息 说这颗导弹是个哑巴蛋 不用担心 后来一查才知道 这是有间谍渗入 就是非常著名的刘连坤事件 所以如果反过来 陈明通所言是假的 所以说是吹牛 那就是公然说谎 戏弄立委 他应该要马上辞职 再想到的是两岸关系紧张 所以国防部公布 一个最新的教招规定 教招的天数要延长到了14天 就由立委李德维日前喊出 替代役也应该要考虑纳入 更点名当替代役的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 难道不应该要有一点程度的责任 跟参与来学习拿枪保卫国家吗 对于今天立委提到这个问题 替代役应不应该要加入 这个教招呢 今天有所回答 教招的这个部分替代役应不应该纳入 因为两岸这么紧张 要是替代役连拿枪保卫自己 都没有办法 院长啊 您是宪兵嘛 过去有没有接受过军事的训练 有了 是 所以院长 我还接受要反攻大陆 是 假如今天我们的男生 没有受过相关的军事训练 而发生危险的时候 你发枪给他 他都不会用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的替代役在成功年 也有一般的基础的 基本的这些军事的概念 跟基本的这些 我们叫做基本教练 这个有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当部长以后 我跟委员报告说 我要求所有的替代役 都要取得EMP一级的阵仗 也就是说我们的替代役以后 每一个人都有基本救护的证书 所以我们的替代役以后是 遍布在全国 每一个人都有基本救护的智能 都有证书的 就是我们紧急救护训练的一级证书 所以我们如果国家有什么事情 包括灾难的时候 这些替代役都可以做相关的救难的这些 包括包扎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替代役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替代役会骂入教导里面吗 对 我们会有 因为大家都是服兵役 都是根据宪法 所以我们也一样会有这些 慢慢的来增加 事实上现在增加也不多 那我们慢慢来增加 也让他在整个 不要忘记这些相关的技能 这个在他们投入社会以后都很重要 这个请院长跟部长好好来规划 高雄市议会今天继续针对 城中城大伙进行专案报告 不过在质询当中 蓝绿议员却吵了起来 为何是吵呢 进一步了解 蓝绿双方针对的是因为发言的问题 隔空喊话长达了八分钟的时间 民进党议员甚至喊话要送纪律委员会 市长陈奇迈还一度离开了议场 好 关于这个陈中城大伙呢 46个人不幸死亡 当然高雄市政府呢要持续的检讨当中 那么在过程里面呢 当然除了公共安全之外呢 又被问到的这个问题 看到是陈奇迈 还记得吗 当时台中时任市长胡志强 任内呢有一场火灾 结果九个人无幸死亡 当时陈奇迈是立委嘛 大力抨击要陈胡志强下台负责等等 如今陈中城这个案子呢 比当时的案子还要更大 死得更多人 所以今天呢议员陈丽娜就问了 陈奇迈你要不要下胡志强道歉 你应不应该下台负责呢 我从政从30岁到现在 已经有很久的时间 那你应该可以了解你一路上面 你所说过的话总是会被检验 那你自己现在的感觉 认为应该要去修正它吗 我对于过去所说或者所做 我其实不仅自己要反省检讨 那我也相信这个也都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的陈中城的一个大火 那我们也用一个最谦卑的心情 也是用一个非常自责负责的态度 来面对整个救灾的善后跟处理 我当代理事长的时候 你也担任议员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是你又回家回来了 当时你也经历了这些事 你并没有动作 发生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 真的是内心非常沉痛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一定是 所以当我们有一只手指头指了别人的时候 现在再回头看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我不会回头对问题 还是赶快细暗也脆背吗 我想这个过去到现在已经累积 不管是在高雄市或其他的县市 尤其是在高雄市 这个是我们责任无盘大 所以我们要面对问题 要很诚恳的来解决问题 感谢观看